少小山在爆范冰冰猛料 范冰冰为何不起诉她 11月1月晚 曾经在电影夜宴中担任张紫衣提身的少小山 再次爆范冰冰猛料 少小山趁范冰冰曾插足路易 爆雷的婚姻 甚至差点引得路易的老婆爆雷自杀 爆雷中 少小山还趁路易哭着给范冰冰打电话 要离婚 要娶范冰冰 而范冰冰接电话的时候 就和少小山在一间房屋内 少小山表示 即便是上了法庭也不怕 因为她自己就是当事人 少小山的爆料中也通骂范冰冰是野鸡犯 少小山还离挺崔永元 最后 少小山还套用了江文电影的一部片名 趁邪不胜正 不过 对此爆料 路易身边的知情人士 则表示完全是无极之谈 而很多网友也表示相信路易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因为 路易在大众眼里 一直都是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 其实 这已经不是少小山第一次爆范冰冰的猛料了 今年2月18月 少小山爆出了一系列有关范冰冰 赵薇 李晨 李晨 以及封小刚 王忠军的猛料 但是 针对这些爆料 范冰冰和赵薇分别发布了严正声明 在澄清少小山所说传闻全都是假消息的同时 还质责少小山是一炒作 声明并严厉谴责了谣言淘之责 并以委托律师全权处理 2月19日 烧小山就公开道歉了 烧小山发声明 本人向昨日微博删除内容上的几位致歉 实在是喝多了 请大家不要再转发 发表 我已第一时间删除了 再次向伤害到的明星们粉丝们致歉 都不容易 请相互体谅 对不起了 一堆爆料 而且都是猛料 然后一段文字说就喝多了 对不起就完了 尽管当时范冰冰和赵薇在声明中都表示要用法律武器维权 但最终范冰冰和赵薇都没有起诉烧小山 相反的是 范冰冰曾经起诉过不少的网友 比如有网友说范冰冰耍大牌 范冰冰就起诉了 然后胜诉了 但是 烧小山的爆料 恶劣程度比耍大牌厉害多了 但是范冰冰却只是发布了声明 却没有起诉 不知道了是什么原因 当然 当年对于王思聪的言论 范冰冰也选择了沉默 也没有起诉 也许是范冰冰上次对烧小山心词手软 所以让烧小山此次再度爆料 而且还是范冰冰和陆毅之间的事情 不知道这一次范冰冰 陆毅会不会起诉烧小山 目前看来不会 因为陆毅到现在连声明都没有发 而是发了一张图 图里面有一个大大的瓜 意思是请大家吃瓜 近些年来 娱乐明星对名声越来越看重 动不动就打官司 利用法律维权 像当年 明星们对八卦绯闻基本上是置之不理 因为绯闻越多 八卦越多 人就越红 而那个时候广电总局对明星管控的也不像现在这么严格 所以只要不说明星席理由 出轨 小三 杀人 但为百法律 或出版基本道德底线的 明星每一 班都会得过且过 有的明星为了让自己红 甚至还炒作负面新闻 成了大众 媒体眼里真正的炒作女王 但现了如今 广电总局对明星的道德问题 素质问题等个人品德 以德问题管理的非常严格 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被封杀 与此同时 广告 偏方 剧方 也都会拒绝这样的明星 所以 现在的明星非常看重名剧 这倒不是他们自己主动多爱惜名誉 而是被动的 被迫的 但即便是这样 有的明星还挺而凑险 知法办法 在这种娱乐大背景下 范冰冰更应该起诉 控告烧小杀啊 所以 对范冰冰不起诉烧小杀这件事情 还是挺不理解的 大家好 好 第一 第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